到底是麻煩還真的是禮物 我先講 我相信以個人身分 就是以個人身分 就是做經驗的分享 就是我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時候 工作大概兩年左右 我們其實當時也是 有一些台灣的朋友也是在那邊 我們自己在地的觀察 當時在地的觀察 我們會覺得 其實以習近平他現在的一個角色 他如果想要謀求 一個歷史上的定位的話 在統一這件事情上 他可能不會太手軟 就是我覺得他們可能 應該說其實我們很多台灣人 在那邊工作 其實看得就滿清楚 就是在地這樣子觀察 就覺得 這感覺出來他的一個野心在哪裡 所以我先不管到底會成功與否 但是現在不管是國民黨 或是現在我們民眾黨或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很明白著 就也很多的一些聲音 大陸那邊很多的一些聲音 就是說如果到時候 真的給他統一的話 民進黨這些人可能都會被清算 所以其實說真的 民進黨現在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非常害怕這件事情發生 如果真發生的話 他們會面臨到什麼樣子的下場 我們不曉得 但是如果以他們那邊的一些做法的話 我猜應該不會太好看 就是下場可能不會太好看 所以其實現在民進黨 他們就是你知道 吃了襯托鐵了心 我就是要 就是很明白著 我就是要走這個路線 但是他又不敢真的獨立 你看每一次他們提什麼蔡易瑜提的 然後或是他們的一些立委 提了一些這種法理台獨的案子 都出來測一下風向之後 就立刻收手 就說我測案 我測案假裝沒這件事 他們每次都出來試風向 可能一方面也是想要跟他們的 這個支持者表達說 民進黨我們是有在努力 這個事情的 這個宗旨我們沒有忘記 從來都沒有忘記過 我們的中心思想 但說老實話 他們就是在騙票 就是假議題 就是假議題每次都在丟中假議題 然後騙票 到了選舉的時候 再更去昇華這件事情 但等到他執政的時候 或是他連任的時候 又裝美式 所以我真的奉勸大家 我知道現在 就是正在觀看電視的朋友們 你們大概可能都不會是騙綠的 所以你們可以去稍微說服一下 可能比較中間的一些選民 或是比較中間意識的一些朋友 你可以跟他們講 其實民進黨 你真的要看清楚 他們的一個左衛臉 就是真的很喜歡玩這種 所謂的文字遊戲 或是想要拋出一個假議題之後 稍微操作一下 稍微表達一下這個意見 或是表達一下他們的立場之後 後續上就真的是無效無息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他們這個也有講到說 國民黨可能會走一個 比較務實的路線 其實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說老實話 我覺得朱立倫 他現在當選了黨主席之後 其實他未來的一個 黨內上面路線 要怎麼做一個整合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難題 真的是一個難題 因為說真的 他這一次得到了大概 四成多的一個選票 不過沒有過半 史上最低的國民黨主席 沒有過半這件事情 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代表說張亞中他所凝聚出來的 這一股的一個勢力 或是這一股的一個意識形態 其實他就是鐵真正的 擺在國民黨裡面 所以朱立倫他要如何的去整合 這樣子的一個意識形態 然後又如何 可以跟主流民意 不要偏得太遠 其實真的還滿困難 我真的覺得還滿困難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他可能會慢慢去做一些調整 其實就民眾黨而言 其實很多人都要問 說你們兩岸的論述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真的是希望 不要有戰爭 我們就是和平 但不管說後續上 真的有沒有可能會統一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 我們自己說了算的 我覺得民進黨你必須要負責 你如果有膽識 真的喜歡一直不斷去調性對方 然後想要把對方的 雙方的一個人民 然後政府激化到一個 最對立的情況之下 你要去想想看 你後續那個爛攤子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收拾 我們如果真的戰爭 你打得贏對方嗎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有事 沒事都在那邊說 你看又要欺壓我們 霸凌我們什麼的 不要時不時就這樣 其實人民真正希望的 就是和平的 然後可以安穩的過生活 沒有人喜歡 陷在戰爭的困局裡面 即便上好 很多人可能說 我們就是要戰到一兵一卒 拿扫帖去打什麼的 但其實你認真看 其實網路上之前不是有一個民調嗎 其實年輕人真的想要去從軍的 其實也並不多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是 當然可能意識形態上面 大家會有自己的一個中心思想 自己的一個精神的價值 這個都OK 我們大家都彼此尊重包容 沒有必要說我就是要去同化你 你不可以跟我想的不一樣 沒有必要這樣子 但你要去認真的思考到 民進黨政府你看到 現在年輕人 他可能在鍵盤上 他會去發表一些言論 但並不代表他真的想要去當兵 他不代表說他真的 就想要去從軍去打仗 這完全是兩碼之士 所以民進黨政府稍微思考一下 主流民意會改變 其實鐘擺效應非常快 大家從這幾年的一個選舉 你就可以發現到我的天 就是一直這樣不斷的擺盪 其實他那個擺盪速度非常快 很多時候其實民意 他在轉變的過程當中 特別像是前一陣子 大家發現到 民進黨還會玩反串這件事情 就可以了解 所以你之前那個 中共什麼欺壓的那些操作 會不會其實根本就是你在反串 然後去引起大家的一個輿論 或是引起大家的一個情緒 所以民進黨政府 不要每次都去玩這一套 其實很快就會被大家砍破手腳 好 民意如流水是這樣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次習近平 習近平提到說 都期望兩黨為台海謀和平 為國家謀統一 講到國家謀統一了 民黨中央立刻出來講說 選前你才屁宅宗宏統說朱立倫 選後面對北京沒有為台灣 發聲的勇氣 令人遺憾 另外王丹 王丹也很快的PO文了 他說明明是朱立倫和國民黨 讓中華民國不見了 結果國民黨和趙少康 還是天天喊民進黨 要消滅中華民國 他說是誰在消滅 這不是很清楚嗎 你們連中華民國四個字都不敢提了 那麼甚至在更早之前 王丹還發了一篇PO文上面 直接就點名說 台灣人要準備 新一場台灣保衛戰了 這個偽憾 我看起來怎麼覺得 好像習近平是怎麼樣 有點鄭重下懷是不是 因為現在民進黨也好 側翼也罷 整個抗中仇中再繼續舉起來 2019年那一年是很關鍵的一年 大家知道2018年 其實在這個 九黑一選舉的22縣市當中 民進黨選出了15個縣市 以票數來算的話 全部把它加總起來 輸了220萬票 220 輸220到後來變 265來回是500萬票 500萬 495萬票 怎麼做到的 就是第一個 2019年的習近平的 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談話 裡面有一國兩制 裡面有台灣方案 所以九二共識就等於一國兩制 等於 等於未來我們只是 只是一個特區或是一個省 所以年輕人就不要 不要不要的同時 6月發生反中仲事件 所以芒果乾跟仇中情緒 民進黨已經很清楚 他就是必勝方程式 疫苗不夠 沒事 官員滿憨 沒事 就算有其他走魂都沒事 只要反中 民進黨什麼選舉 單一選票的選舉都能贏 除了議員那種多其次以外 總會有一些 一對一的選舉 過半選舉都贏 所以就是他一定要去 洪師傅攻他中路 我剛剛講說 我們在看就知道說 為什麼我剛剛會特別點 劉志正委員 他很清楚 他是國際事務專家 他怎麼不知道 但因為每10年 他會有一個知識落差 像我年輕的時候看的廣告 什麼 不要講那個名字 某某見蓋 頭好重撞 那時候就有人講過 頭好重撞這個事情 過了幾年以後 現在年輕的網友聽懂 什麼叫頭好重撞嗎 我們那個年代 去吃一個蓋片的時候 他就是用那個廣告 那個詞在當時大家聽得懂 可是過了大家都不懂 同樣的 兩岸互動的這些模式 我懂 年輕的20歲的人不懂 第一次看到 連中華民國都不敢寫 國民黨不是在幹嘛嗎 他就會引發 對這個政黨的討厭 討厭以後 討厭以後 只要我的對手比我還差 我就贏了 我不需要非常的勤政 我不用艾民 我也不用清廉 我只要告訴你 我的對手比我還爛就好 對 所以孫大謙就說 民進黨每天抹紅國民黨 會栽贓國民黨 有用 對 我要講的就是有用 有用 因為我就跟講 每10年他會有一個decade 他會有一個gap 這10年以後 同樣的話題再講一次 再過10年 所以你看20到30 30到40 40到50 他有好幾個不同的族群 他可以去設定不同的TA 尤其現在還在念大學 甚至高中有的人在關心政治 我之前常會收到一些 高中生 大學生寫信給我 我說真的假的 他說維翰這個大哥 我說你應該叫我叔叔了 我說我看你的論述 我是大一學生 我已經看了你兩年 我說你高中開始算 對 我覺得你其實怎麼樣 他跟我討論 現在年輕的這些網友 他們其實也不是對政治冷感 他也會有對政治一些看法 像這樣子對政治有興趣 而且有關注政治新聞的人 因為他沒有像這樣 他不知道20年前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會覺得說 套進民進黨那個論述當中 所以民進黨現在做的事情 很簡單就是 主要攻擊國民黨跟民眾黨 民眾黨你想要看 柯文哲市長他以前是 2014年民進黨是怎麼的 挺他捧他的 到現在變成檳榔叉沙包 對不對 對 你有想過嗎 但是各位網友 你也不要驚訝 我們現在此刻 人坐在總統府裡面 可能正在休息 怎麼華爾街都點到我 我們尊敬的賴清德副總統 也當過兩個半月的中共同路人 所以你都不要驚訝 你我都有當中共同路人的一天 因為他跟蔡總統 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所有的 支持蔡英文總統的粉絲團 都說賴清德是中共同路人 連賴清德都可以成為中共同路人 他還有誰不是 所以就不用驚訝 他一定會把別人抹成這樣 但我要回到剛剛 千惠Cue的就是詩平哥 詩平大哥 因為他完全沒有 什麼政黨的色彩 跟要去幫誰講話 他講的就是我剛剛 一開始跟大家說的 腦調重彈 新曲首唱跟短多長空 因為以現在這個狀況 是有幫助朱立倫在黨內 因為他等於把強硬的那一塊 拿官刀的張宇宙老師的 那個氣勢拿回來 他直接罵陸委會 選舉的時候感覺 朱立倫沒有那麼硬 他硬起來了 貌似張亞中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大陸也發揮一點給他的 所以美國憲民的疑慮 就等於是消失了 我講的是希望兩岸和平 或是對朱立倫有疑慮的人 所以這兩個事情會幫助朱立倫 建立目前黨內的微信 可是短多 我講長空 現在的台灣的主流民意 跟年輕人要是不喜歡 大陸發來的統一那兩個字 這講來很吊詭 因為我們的憲法就是統一 可是我們的現實上 講統一的都不是多數 怎麼辦 大家懂我意思嗎 千惠也懂我理解的意思 沒有要修憲 沒有要這個 去改變現在目前的國號 可是在平常論述上 都已經沒有了 剛剛的那一張 還在這裡 這一張的國慶字 其實我有去看了 英文版是寫 台灣 national day 可是它的中文版 其實還有一個中華民國 所以它兩邊都有通知 第二個 這個是我們中華民國 自己的國慶的Logo 你要怎麼寫都沒有人管你 政府就可以做決定 但是你要跟大陸互動 你要跟習近平坐下來談 你裡面的官嫌 你裡面用的那些紙 他一個一個的都會有 必須跟對方協調的 你不能要求說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做到你滿意 可以 就像我講的 去了以後你就打下去就好 為什麼不撤飛彈 打完以後各自拉開 以後槍拿出來 往後退對不對 就再也不會相見了 所以不要那麼幼稚 今天你想要跟美國談 我們現在要去CBTPP 也不是跟大家講說 台灣很強就好了 你要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去談 人家提出的條件你要滿足 跟大陸互動 這就是最基本的條件 因為兩岸其實基本上 都講一個中國 是因為我是中華民國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是都叫一中的時候 我看到的那個一中不一樣 所以有個模糊空間 才能夠和平互動 這是國民黨的方式 民眾用投票來選擇要或不要 過去的這六年 民眾選擇的是不要 我們要支持的是民進黨 可是以後民運怎麼流動 不知道 可是顯然國民黨現在堅持的就是 品牌堅持當中去尋求執政 我常常講品牌就是你自己 如果你要選民進黨 你永遠是比不過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比你更台獨 比你更反中 你就算跟著學台獨更反中 你也不會比他更台獨更反中 你要選他親美 美國的親兒子 親女兒其實是民進黨 不是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的標籤 應該就是堅持中華民國 然後尋求最大的利益 然後兩岸和平 然後美日還有大陸 全部都是等據 你要做出跟民進黨的區隔 民眾覺得你可以了 你就會被投票到了 所以蔡世平大哥 他講的意思就是說 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去跟大陸的賀電的往返當中 有國家統一這幾個字 他認為可能 很明顯 他認為可能是對 現在目前是不利的 人民在選舉的時候是不利的 講的不是2022 2022統獨議題 並沒有那麼重要 2024 所以2024對國民黨來講 還是一個很難的關卡 目前 我上節目也都是大白話 就是跟大家講 目前看起來 國民黨要找回2024 能夠重回執政要選民進黨 還有一段路要走 黨內要先團結 你跟黨主席選舉 其實都選到有一點點 怎麼講 內鬥的味道了 你到了總統要提名的時候 不是 就在內鬥 你怎麼那麼直接 那就是選黨主席 都競爭成這樣了 到時候2024國民黨 要決定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再來一番 我要跟大家講 民進黨他是一個這樣子 選舉之前再怎麼激烈 孫昌跟謝航廷2008年 殺到孫昌都跑去美國了 還可以叫卓榮泰大師兄 把他找回來 2020年 蔡英文總統跟賴清德副總統 兩個也是殺到 還可以他 國民黨沒辦法 國民黨真沒辦法 烈了就烈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現在民進黨在執政的原因 因為國民黨其實基本上 沒有辦法 為了要執政那個 放下所有的旗艦跟恩怨 恩怨永遠都在 那個看你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從選民的反應也是一樣 喜歡張小宗老師的這些支持者 你等一下看網路上留言 還是沒有辦法接受朱立倫 所以這就是朱立倫自己 要去努力的地方 我再補一句話就好了 朱促姐都已經公開講過那麼多次 說他不怪朱立倫 現在朱粉怪不怪朱立倫 還是怪 所以沒有辦法 對不對 這就是 國民黨的支持者 跟民進黨支持者 很根本的差別 民進黨支持者 為了要讓他支持的對象 能夠當選 其實基本上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而且也不會有在乎任何的原則 即使我前一秒鐘 還恨他能要死 你看 選總統的時候 戴清德跟蔡英文總統選成那樣 當時就戴清德你怎麼有資格 你這個行政院長做那麼差 罵他罵半天的人 等到他變成副從容的時候 他也因為 我討厭賴清德 所以我就不送給蔡英文嗎 也沒有 好 這就是民進黨支持者 跟國民黨支持者 最大的差別